这是呼吁让扁保外就医 苗栗县议会也通过提案了 从台中市、花莲县、新竹市、台南市、基隆市、嘉义市等六个议会之后 苗栗县议会也无意义通过提案 呼吁中央政府尊重扁的医疗人权 尽速让他保外就医 杨志良这是在今天 在这个No News跟新头科网站当中 他赞同由跨蓝绿医师团为扁来见解 我们看郝龙斌今天的最新说法 强调不再回应但离开前重申立场 郝龙斌不惜杠上马总统 而马总统先是在27号公开反对阿扁保外就医 法务部随即跟进发新闻稿 28号议题发酵 法务部大动作在官网 成立陈水扁资讯专区并二度发稿 29号马总统在脸书上再度表明立场反对到底 所以现在看起好意不敌马意 但是好意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蓝意跟民意的部分 因为杨志良也讲话 有七个县议会也通过提案了 这个联合晚报用这个标题说 点了这一把火好龙斌冒以后封口 我请教的是国栋大哥 为什么要封口这个事情不能讨论吗 不能讨论吗 为什么 因为已经马英九定调 郝龙斌还要有政治前途 没有马总统说政治力不能介入 他说他没有介入 对啊 怕你说保外就医不要说外界 南亚还是绿业县市议会 通过保外就医这个 都有一个先节条件 这条件马英九比心脏更清楚 他做到法务部长嘛 保外就医是建议行刑法里面的规定 你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做评估报告出来 怕你长庚医院说有六个医生 说但水扁不符合这个规定 那很好啊 这六个医生也应该要出来说 经过我们六位医生的检查 不符合这个规定 他们连命都不公开 不公开 那些人是什么人 这不很奇怪 大家要看一个有公信的医疗团队 来检验他 如果他真的是不符合标准 我们当然要反对了 你就没有那边那边 你为什么要保外就医 因为这边里面整几万人 都可以行刑保外就医 可是柯医师也讲 法务部你要拒绝 你就把医师到底谁拒绝 什么单位公开嘛 这是法律医和医疗 问题是没有错啊 马英雄也说这是法律和医疗问题 可是你用政治力去干预 法务部现在出来都不给你解释 国家的政治力外界不要干预 如果一个受刑人他有权利 要申请保外就医 你为什么不能按照程序给他走呢 来 薛老师 其实我觉得郭忠祥讲得好 就是大家不要误解 陈辉扁的保外就医不是特权 是他作为受刑人的权利 这是我们法律上讲得很清楚的 我觉得杨智良讲得好啊 蓝绿各组织共组一个医疗团 然后来做一个决定 绿的这边有啊 柯文哲就很清楚了啊 还有那个长... 也是长庚的精神科医师啊 对不对 对 还有郭正典啊 这些人都愿意拒名啊 也愿意表态啊 那我想请蓝绿共组 那我觉得蓝绿也就推一些人来 甚至立法院来决议也可以啦 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来做 做出一个结果 大家都公正 大家都拒名 大家都负起责任来 我觉得杨智良讲 我甚至建议 虽然我对杨智良有很多意见 我甚至建议 这个团就有当过卫生署 署长的杨智良这样 团长 当团长 我想马英九 马英九应该没意见吧 他是支持你的人 他是你国民党的不分区 这个杨大哥 你怎么样看 如果说 郝龙斌说 他的理念主张没有改变 可是就此要封口 点了这把火 为什么要封口 不能够讨论吗 其实我觉得当时 郝市长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把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点扩大化 第一个 这样子保外就医 是不是就 我们作为蓝力和解的第一步 或者是保外就医就去促进经济发展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单纯的事情 刚才两位都提得很清楚 保外就医是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在法律上也有非常清楚的规范 你先去把它变成一种所谓的化解蓝力冲突 或者是变成经济发展 那反而就失焦了 其实刚才我们从杨霜所提到的 任何身体的状况基本上是量化的 各位如果去体检过都很清楚 他的标准是多少 你超过 你要回去 要开始这样胆固醇了 你超过 你的肝指数过高了 其实可以请 不管是张三理事 这方面都是很专业 他们提出评估在各方面做分数结果之后 他符合保外就医的标准 而更重要的 我认为陈水扁今天 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他到底是担任过国家元首 第二个 他60岁以上 在这样的标准的情况之下 到时候 我相信 出来的结果 大家就不会再用蓝的看 绿的看 到时候反而变成蓝绿的对立 所以你也蛮认同杨志良署长 这时候所提出这样的idea 我认为专业就回归专业 不用靠太多政治的帽子 抹过了焦点 因为保外就医 基本上是法律 本来就应有的规范 而且更重要的 陈水扁本身 到底担任过八年总统 你不管喜欢他 讨厌他 或痛恨他 他这种国家元首 在全世界坦白讲 包括我们看过的 卢泰鱼 全斗焕 他们在贪污金额 搅出来之后 你就做了一个 某种程度的释放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 在专业方面 达到标准 就做保外就医 这是其实 你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那么杨史秋 他以一个人道 一个专业角度 他这个看法是这样子 其实跟郝市长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只是说 你认为他的说法当中 有一点扩张去解释 这一次的李贵傅 他是苗栗县的提案当中 七名的县议员联署 有民进党 五党籍 还有国民党的乌恒钊 乌恒钊说 他虽然是国民党员 但是没有参加国民党团 而是参加五党联盟的运作 基于人权 医疗人权 跟卸任元首待遇 所以联署 这是建议案 请外界不要大惊小怪 所以博文 这个现在是 这个氛围里头是 马一人决策 一人独裁之后 连讨论都不行 是这样子吗 台湾是个多元的事 所以要封口 当然不用封口 所以郝龙斌为什么要封口 这表示说 他还沉浸在国民党 过去威权的这个 运营当中 没有他可能承受 很大的压力是不是 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他有他的政治考量 但我要说这个事情 去年保外就医 有167个人申请通过 那请问 为什么沉浸扁申请保外就医 就是特权 这个论点我实在搞不清楚 第二个 有过半的民宿赞成 沉浸扁保外就医 台中跟苗栗 这两个可不是什么 深绿的这个县市 这两个都是所谓的 泛男的县市 现在合起来 总共有七个县市的县议会 已经通过说 希望让沉浸扁保外就医 那显然大家对于 马英九把扁的议题 当做提款机 当做操弄的工具 搞到内部 这个民意不合 已经非常的厌倦 所以如果能够跳脱 这样的一个思维 让沉浸扁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共同的审视 杨志良都讲话了 我们今天不是说 就指什么 就由这个沉浸扁指定的医师 不是 你觉得要有公平的 反正就主一个医疗团队 柯文哲医师 郭正典医师 陈小琪 那你看沉浸扁 这个马英九不放心 看就指定哪些医师 但是这些人都要公开 愿意具名 把你的专业观点 铺陈给社会 让大家了解 我觉得到时候 大家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大家都来接受 从医疗 从人权 从专业 你看这一期的财讯 财讯里头 你take这个标题 郭龙斌 市政什么 市政平出锤 政治 他说什么 很灵光 你有没有看到 他说市政平出锤 政治很灵光 我是觉得 郭市长 如果说对的话 做对的事 我们要给他肯定 猫以人肺炎 他市政做不好 叫他下台 可是如果他说对的话 要给他肯定 不要再围剿他 休息片刻来看 郭市长要面对 另外一个问题 台北市的宫庙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